哇噗 哇 哇噗 把我下饭啊 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这个太阳好热 今天我吐发晒了 哎呀 我去驻辆摩托车 我们周游古城 跟着我镜头周游古城 然后我找到了一家住摩托车店 哎呀 家店 小胖哥 I want to leave a motorbike 嗯 Talega one day Motorbike? Motorbike yeah One day I want to leave 3 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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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ant You can help now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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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small ok Small motorbike It's ok Numberly I sell 350 I give you 300 350 I give you 300 3 day 3 day or one day If One day One day Talega One 300 It's so expensive Maybe Maybe Norai Hus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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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en in Talega Norai Hussi Norai Hussi 一百五的时候他都很倾向表情 他说这是古城里面怎么可能这个价格 我就告诉你脱水节才两百在秦卖 秦卖的消费一定是比其他旅游地方低的 怎么会那么高呢 所以大家这一点都一定要注意 我们继续找没办法只能找 这个车太大了 我想要一个小摩托车 这个车太大了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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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租好了摩托车 给他一千的押金 这是一千的押金 然后一千给他 然后是两百一天 贵就贵了 就两百一天 OK 我们给他一千的押金 然后是两百块钱一天 我们租三天 对吧 两百一天三天 然后我们就选个头盔 600元 600元 三天 三天 现在赔你 对 OK 然后我们直接再给他一千 然后他会把租金要付了 等于说一共要付一千六百泰铢 一千块钱是押金 就会还给我们的 然后在这里住摩托车 我刚才给他我泰国的驾照 然后他说要押照 随便他吧 然后就酒店对面 这家我比了一下 我跑了四五家店 这家店最便宜 基本上别的店都是要开价 两百三百 然后这家店是 两百五三百 这家店我刚才还 还到了两百 其实我知道在清卖租车 不在古城里面 便宜点 一百五也租到 可能 现在 哎呦 我也难得还 真的 因为如果再走的话 要走好多路 我觉得 这个差十块钱一天嘛 也就这样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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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我平时抠 该花钱的时候 我也花钱的 对不对 该被坑的时候 我也会被坑 而且我心甘情愿被坑 上车啊 OK OK 谢谢 我们还周边拍一圈 反正有磕碰的 这个 我用视频记录下来吧 省了以后 对吧 这个有抵赖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开摩托车 基本上它是跟我说喊保险的 但是我们也要拍一拍 对吧 万一出什么事情 包括油的话 也是这一格的油 好 出发 我们正式出发了 我等会戴头盔 太热了 真太热了 好吧 戴头盔主要太丑了 不想给大家看啊 大家好 我小胖 这个经过 假的女子监狱的 这个 调整 这个心理调整完 现在带大家打卡一家米其林店 好吧 这个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邓里军最爱吃的 泰北咖喱面 这个也是排在米其林的一个 一个清卖的一个推荐榜 这个我已经到他们店门口了 给大家看一眼 这次总不会认错了 门口挂着米其林的 这这总不会有山寨了吧 对吧 我现在都吓坏了 我跟你说 现在我真的吓坏了 客宠我都怕山寨 你知道吧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整身 我们去看一下今天家店 这个绝对不会采坏了 你看有米其林的牌子 然后2021都是排米其林的 这下一定不会采坏了 one person one person inside inside 没有空调不坐外面 坐外面太热了 我去里面吧 我里面两块点 我里面两块点 找个地方随便坐吧 找个地方随便坐吧 小城不是多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看似一幅花 看似一幅花 天生一首歌 天生一首歌 圆光 我找到里面的一个位置 我们先看一下菜单 他菜单做的还是蛮精通的 然后他的咖喱面这个应该是他的招牌 195猪肉 我觉得我打算少吃一点 反正照管理啊菜单给大家拍一遍 大家有中文的也可以看头说话 拍完以后再仔细看 这是他的鞋 这个应该是炖猪肉 这个是他告诉你 他的面和米是哪里种出来的 这个就是比较泰式的菜 那他这俩肯定要吃面 吃这个就不像样了 这是他的牛斩肉 和辣椒酱40块钱 后面就太餐了 我觉得不给大家拍了 哦不行 到了这一夜我要给大家拍 他这个煎蛋 就是我说炸蛋 就是外面是焦的 就跟我们的肉丝烤蛋不一样 这个卖鞋子 沙尾蒂克 沙尔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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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忍不住还是点个招牌的 我忍不住还是点个招牌的 这个招牌的 我们就点个招牌的 招牌的 招牌里面什么都有 不然的话它含猪肉啊 这个鸡肉啊牛肉啊 招牌啥都有19990 不太多 40块钱就没命了 唉算了 在泰国下 让自己的肚子 不那么饱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也还有一只大家看 小时候就是那种红韧鸡一条 我旁边叫羊锤羊锤 红韧鸡的一张桌子 这蛮有特色的 看 我们那边到了啊 我们看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是柠檬蒜 有三块鱿鱼 这个是香肠 两个香肠 这个是牛肉吧 这个是鸡腿 这个应该是牛肉 还有两只虾 还有个食材 没了 它上面是炸过的面 下面是泡过的面 哎呀情况就这么的情况 我们就挑战一下 放上 给大家尝尝尝尝看 尝尝看这个味道 很好吃 对 这个味道 让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 它上面的焦的 跟下面的那个汤呢 我们先尝一个炸的 就跟 有点辣 这个面有点辣 六个王子干 说了 no spicy 哇 哇 我吓坏了 他一桶水炸在玻璃上 no problem 我把我吓一口 他刚才放这个饮水汁水 炸在这个玻璃上了 哇 我感觉这玻璃快倒下来 倒到我这 下回来 然后吃一下鱿鱼啊 这个鱿鱼好嫩 这么多鱿鱼 在泰国算好吃的 这个鱿鱼可以 这个香肠也还可以 这样 这香肠也还可以 你看 做一个吃锅真不容易 要不停的换角度 但这香肠有点辣 注意一下 就是香肠 最辣一点 还不是很多人 在吃 在他腹肠 吃一看 好 安美食肠 吃下牛肉 这个肉老了 但我没吃出是牛肉还是猪肉 好像猪肉 老了又老了 但是货真价十足 这个还不知道是不是猪肉 这块又像牛肉 刚才一块像猪肉 就一块猪一块牛肉吧 面的味道已经很浓了 真的很浓了 不需要再帮别人上的佐料了 我现在要跟美食家一样 吃个虾 这虾是活的 绝对活的 不是四虾 也不是冰冻虾 吃得出来的 吃面就喝汤 我吃一下 咖喱汤 好浓了 我个人觉得咸了 而且味道好重好重 最后还有小鸡腾 鸡腾 这个鸡腾 柴 冰冻 冰冻的 这是冰冻的鸡腾 不到五分钟就干完了 这个汤跟我们中国的汤不一样 这个汤如果你要光喝完是有点累的 而且我吃的满头大汤 今天 太辣了 我们这家是吃不来了 吃不来了 付下钱了 就是跟单身一样的 195株 对 我们走了 然后还有五株就不用他找了 好热 就这里准备好吧 我觉得 这个空调房间 也没有用 也都是汗 我出去找个地方 喝点东西 就 外面的环境其实 还OK了 对吧 还像个洋树 我觉得外面凉快 外面有电风扇什么的 这里面一点都那个 好 今天我们的探店之旅结束了 各位拜拜 拜拜